铁岭市全力以赴抓好重大项目建设 一批优质项目的建成投产 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铁岭市将继续全力推动投资和项目建设 早安排早部署早调度早督办 锚定全年投资增长目标不放松 谋划富有时代感的高质量项目群 确保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从开工建设到落成街牌 仅用210天的辽宁尼尔科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完成产值3.5亿元 目前公司24小时抢进度 订单供不应求 我们企业从投产以来生产形势良好 先后与曲美欧派等全国的头部定制家居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 生产订单是非常充沛 工人加班加点20小时生产 22年我们计划的完成目标是4个亿以上 走进东北丰公司厂区 99米的高塔引人注目 据了解这是东北丰公司 年产10万吨高塔复合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产10万吨高塔复合肥生产线 在设备上采用了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新方法 集成了金蝶云 ERP信息化管理系统 生产设备智能化数据管控系统 机器人智能包装系统 大幅的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东北丰公司高塔复合肥项目 占地180多亩 项目投产后 东北丰公司产能进一步扩大 复合肥年生产能力将增加20万吨 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据了解 2021年铁岭市开复工重点项目469个 其中1元以上开复工项目达126个 同时铁岭市通过创建重大项目 数字化管理平台 配齐配墙项目管家 建立服务日志和服务联系卡制度 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和要素保障 今年我们将深入实施工业强势战略 持续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转型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项目建设方面 靠前服务30个储备项目 年初集中开工建设 推进60个年内有用投产项目 早日投产达效